上个周末的跟进崇拜 各个年龄层的聚会都设置了不同的主题 我们有Young David的Hero Young World的Chin Change 以及Young Professional的小人物大人生 在这四堂的聚会中 总出席人数一共有1693人 而当中有许多新朋友 甚至在复活节聚会 接受耶稣为救主的弟兄姐妹 再次回到FGA CYC 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Share Out 而上个星期的CYC Kerbong和CYCPJ 也继续为神的国度进行Share Out 讲耶稣的运动 自Share Out运动开始至今 一共接触了382位新朋友 两个堂会不停泄的为神传扬福音 也不断地与新朋友们建立关系 这是为了看见各个地区的灵魂 能够透过我们去更多地认识耶稣这位救主 CYC是让在整个四月份 走进各个校园区宣扬主爱 而在刚过去的星期一 我们总共邀请了117位新朋友 参加主题为 勇敢挑战自己的一日挑战营 哥林多前书12章提到 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我们相信更多的神迹启事 将会发生在每个堂会 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我爱我的小组 因为小组是神赐给我们的家人 你还没加入小组吗 赶快加入适合您的小组吧 新EP的MSJ1CTC圣经装备课程 将在5月开始 第三堂的YoungPro 以及第四堂的YoungWarrior上课时间为 5月2号以及9号 星期二晚上8点至10点半 而第二堂的YoungWarrior的上课时间 则是5月6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至晚上7点 狐狸还未参加过MSJ1的弟兄姐妹 可以开始向组长报名 哇 期待已久的MSJ2生命更新营又回来了 已经完成第一阶段课程的弟兄姐妹 更要赶紧抓紧机会 继续在邻里大大的装备 好让神能更大的使用 而扩展你的境界 你听说过真言书的奥秘吗 他不只让你看见智慧 了解智慧 甚至让你拥有变得智慧的财富 你看真言所说 得智慧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 因为得智慧胜过得盈子 其利益强如金金 比珍珠宝贵 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所以让神的话成为你每天祝福的源头 从今天起 让我们来挑战彼此 每一周训练自己阅读五章的经节 然后一起在小组时分享 你必会经历前所未有的惊叹 赶紧仔细来看看本周的读经进度吧 本周的读经进度为真言义至五章 下周五将是小组的联合祷告会 预备你的心 用其心合意的祷告 求神透过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大能 FGA复兴特会筹备委员决定将在五月十一日 星期四晚上八点 在旧古载路大唐圣殿进行全教会联合调望祷告会 接时各语言堂 分堂及卫星教会将一同聚集祷告 同时原定五月十日星期三的各唐会祷告会 将改制参与这项联合调望祷告会 希望各领袖牧者们全力鼓励会有出席参与 一同祷告经历圣灵的复兴 更新感动及充满 使我们的生命再次的被挑望 时光时光满雪吧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愿有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 一生要想的爸爸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为不足道的关系 收下吧 谢谢你做的一切 双手撑起我们的家 总是接近所有把最好的给我 我是你的骄傲吗 还在为我担心吗 一千挂的孩子啊 长大了 我愿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ith Spirit's help, we see FGA fulfilling this vision.